第七届德曼大人被烘焙赛日前在高雄举办 全台总共有60支的队伍报名参加 而来自台中中台科技大学的钟志云跟陈品亭 两个人共同以油脂丝香柠檬蛋糕获得评审青睐 拿下了社会大专组的金牌奖 与参赛者不乏五星级饭店的面包师傅 能够脱颖而出相当不简单 也验证了学生平日扎实训练的成果 大方秀苏自制面包脸上充满资讯 他们是中台科技大学食品科技系的钟志云和陈品亭 他们这次在第七届德曼大人杯烘焙赛中 共同以欧式和台式料理面包脸过三关 再度拿下金牌的殊荣 欧式面包它发酵的时间要比较长 发酵过程时间比较长的部分我们就是拿来做蛋糕 那我们是利用就是澄清的奶油 我们奶油需要静置一段时间让它奶油分成 就是奶油最精华的部分 取那一部分然后来做蛋糕的一个原料之一 那再来部分我们是用柠檬糖霜 我们还有做糖霜的里面 那吃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口感 那再来外观的部分会比较漂亮 总共有两个面团 那两个面团的制作都不一样 然后外面是酥里面是软 然后时间的掌控温度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要花很大的行李去制作 迈入第七届的德曼大人杯烘焙赛 日前在高雄举办分成学生署和社会大专组 共有60支队伍报名 三岁队伍必须在地的蔬果烘焙出料理面包 欧式面包和常温伴手礼三款 共有12组进入总决赛角逐冠军 最后中台科技大学学生 以油脂四香柠檬蛋糕 获得评审的一致青睐再度再进 他不是只有看外表 他现场还有试吃 那再来的话他的产品有三种 第一个是伴手礼 第二个是欧式面包 第三个是比较台式的一个调理面包 所以说这个比赛算是一个 在面包来讲算是一个比较全面性 各种烘焙产品都要做的一个产品 练习面包的技巧啊 手法啊 然后稳度的掌控啊之类的 学生非常的优秀 在这个也是很优秀的老师的指导下 当然就更优秀了 我们希望将来他们会有更好的发展 对于学生优秀的表现 院长也深不了肯定 目前这两位学生都已拿下以及烘焙证照 希望未来再朝着面包烘焙的理想继续迈进 记者里讲的钟 铁 kilometers 大家 两个比赛 我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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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